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了高级的人力资源 提供了法律和基层管理 而政权呢 为教权提供了政治保护 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的资源 而且啊 还在征服的过程中承担了传教的任务 然而 政权和教权啊 究竟是两种组织 他们的宗旨不同 功能不同 利益也不同 发展到一定阶段 各自成熟了 亲密无间的关系 就会走向紧张和对峙 上一讲 我们主要讲了他们的合作 这一讲 我们主要来看看他们的斗争 我会通过教皇革命的故事 跟你解析一下 西方中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 要说教皇革命啊 你先得记住一个人 格里高里七十 教皇革命就是他发起的 格里高里七十这个人呢 其实出身教会的下层 最后成功登顶 在成为教皇之后 他就向世俗政权开战 上一讲 我们说过了 通过给查理办加冕啊 教皇的地位啊 已经超越皇帝了 那你可能就会问 既然这样 教皇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是教会觉得跟政权合作 自己吃亏了 二是教皇觉得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格里高里七十 他觉得对抗政权自己能够赢 先来看看教会为什么觉得自己吃亏了 简单的说 就是教会内部 特别是教会的下层 觉得教会和皇权合作呀 教会的纯洁性受到了污染 教会给查理办加冕 其实啊 只是让他担了个虚名 查理办被算计了 不过查理办和他的子孙们都不傻 他们明白 必须控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 于是 后来的教皇长期被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控制 最后啊 是神圣罗马皇帝把教皇攥在了手里 罗马教廷啊 几乎成了皇帝的私家教会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 前身就是东法兰克王国 上一讲我们讲了 查理办的加洛林帝国 后来被他的孙子们一番为三 东边这个就叫做东法兰克王国 后来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本来吧 皇帝控制教会这个事儿 绝大多数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因为远的有军事坦定 近的有查理曼 旁边还有拜占庭 都说自己是从上帝那儿直接得到了授权 教会呢 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教皇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个部长嘛 查理曼的文质在很重要一个方面 就是抓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来充实帝国的高级管理队伍 高级教士们都成了帝国的官员或者皇帝的诸侯 这个对教会扩张权威和政治势力当然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这个时候 教会里边呢 从下层出现了一股反对的力量 这就是克里尼运动 克里尼运动呢 先是修道士们在修道院里追求纯洁的精神生活 后来呢 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再后来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跟世俗政权合作 过上了王侯将相的生活 自然就奢侈腐败了 这些教会的上层呢 就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总之啊 克里尼运动就是教会下层要求纯洁教会的运动 他们觉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啊 这种世俗政治的角色让教会的纯洁性败坏了 所以啊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权 成了教权和政权冲突的最前线 历史上把教权和政权之间这场大冲突 叫做续任权之争 续任权就是任命权 也就是任命权到底是由教皇还是由皇帝来控制 说明白教会为什么觉得自己吃亏了 我们再来看看教会为什么觉得自己能赢 教会的下层啊 出了不少的能成干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谢尔德布兰德 他就是后来的格里高里骑士 谢尔德布兰德啊 在教会里边的职位迅速跃升 1059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和军事坦定堡决裂五年之后 教皇选举法出台了 规定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 到这儿呢 谢尔德布兰德已经非常娴熟的主导教廷数十年了 他在和神圣罗马皇帝 诸侯 意大利各大家族勾心肚脚的过程中啊 成了毕斯曼一样的老狐狸 终于到了1073年 他登上了教皇的圣座 称格里高里骑士 格里高里骑士一上台啊 就对神圣罗马皇帝发难了 拉开了教权和政权斗争的大幕 他颁布的告令 教皇如是说有27条 每一条都在强化自己的至尊地位 硬是要把皇帝压在他的宝座下面 比如 只有他有权任命和废除主教 只有他有权颁布法律来调整主教区的范围 只有他有权召集大公教会 他有权废除皇帝 任何人不能撤销他的判决 他不受任何人的审判 真的 你看看 这简直就是给皇帝下的战书啊 如果你是皇帝 接到这种战书 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开战 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 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他当即宣布废除格里高里骑士 格里高里骑士呢 立即以牙还牙 宣布废除亨利四世 真是很精彩啊 教皇和皇帝相互废除对方 要是你是皇帝 你会怎么办 发兵罗马 抓住教皇 甚至杀了他 以尽孝悠 对 亨利四世也是像你这么想的 而且他真的行动了 最神奇的是 皇帝发兵 最后却是教皇赢了 那就要问问 教皇凭什么赢了 他手里没有兵 他不怕皇帝杀进罗马城吗 不怕 一点也不怕 皇帝率领的军队啊 还没有翻过阿尔卑斯山 进入意大利 就接到了奏报 后院起火了 许多诸侯说 教皇已经宣布废除了皇帝 他们就不再负有忠臣的义务了 起兵造反 皇帝啊 就赶紧回去灭火了 这其实是格里高利七世 和诸侯们 事先就打好招呼的 神圣罗马帝国啊 有几大公爵领地 这些诸侯呢 谁做皇帝的资格都差不多 格里高利七世呢 充分利用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格局 结果呢 皇帝本人服软了 故意破衣烂筛 荒脚漏背的 跑到教皇度假的 卡诺沙城堡 下跪求饶 历史上啊 把这一幕叫做 卡诺沙之辱 奇耻大辱啊 不要说西方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 被杀被灭的皇帝 真不少 但是下跪求饶的 恐怕仅此一律 现在可以回答 教皇凭什么赢了 凭的是他两种权利 一种呢 是正宗的教权 废除皇帝 格除教级 解除忠臣 另外一种呢 是隐溢的政治权利 合同连横 高薪斗角 因为啊 封建政治是高度分散的 而教权对西方呢 是全覆盖的 所以即便手里没有兵 把两种权利结合起来 威力就能远远超过 皇帝所拥有的权利 高潮结束 但是大戏并没有结束 教皇原谅了皇帝 皇帝回去收拾残局以后啊 贼心不死 又想发兵灭了教皇 教皇呢 顾忌重施 皇帝还是没有成功 就这样 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 都驾崩了 他们的继任者 还在不停的斗下去 终于啊 双方在1122年 签订了沃尔姆斯协定 说清楚 各自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既然是协定呢 当然就是各退一步 教皇的权利啊 没有像格里高利七世 想要的那么大 但是比起之前 被皇帝操控的局面呢 要强不少 这个协定啊 基本规定了教皇和皇帝 各管各的事情 但是呢 教皇处于强势地位 协定啊 不可能彻底解决 教权和政权之间的斗争 这个斗争啊 将旷日持久的发展下去 直到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 发动了宗教改革 彻底摧毁罗马教皇的权威 在协定的这个关口啊 教权显然占了上风 格里高利七世 发动的教皇革命 扫除了政权 收编教权的危险 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大致可以判断 后世的三个走向 第一个 政权再也吃不掉教权了 西方文明的二元结构啊 从此之后 成为有政治保护的 基本社会结构 中世纪前五百年 教会变得很危险 危险就在于 尽管它主导了信念 主导了社会 主导了文化 但是它在政治上 始终没有自己成熟的建制 被世俗政权 一保护 一拉拢 一收买 很容易就被吸收掉了 所以啊 我再次强调 没有政治的文明 是保不住的 强大到 主导了西方 绝大多数方面的基督教 也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建制 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经过了教皇革命呢 教会就迅速的 变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 危然毅力 西方的二元社会结构啊 就再也没有办法 回到原来的那种 一元状态里边去了 第二个 教皇国成为 现代国家的雏形和榜样 为什么叫教皇国呢 因为围绕着教皇权力 教会迅速进化成一个权力金字塔 教皇们 率先启动了秦始皇那样的工作 也就是中央集权 极高的文化水平 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些就不说了 关键是 教皇们要着力把教会 打造成一个权力等级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 教皇拥有最高立法权 和最高司法权 教皇颁布的法律 对整个西方世界有效 他是西方世界的最高立法者 同时 教会成为一个司法上诉体系 教皇是西方世界的首席大法官 这样一来 西方人已经几百年没见过的中央集权 率先在教会实现了 只不过 他和我们熟悉的 以行政为基干的中央集权不同 教会的中央集权 是以立法和司法为基干展开的 各国的国王们一看 这招太厉害了 我要是成了王国的最高立法者 和首席大法官 比我是封建大领主的权力 要大得多呀 于是 国家之间的制度建设竞赛 由此展开了 教会引领了西方中世纪的秩序的建设 最终结果 就形成了你所熟悉的现代国家 第三个 在西方的基本状况 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 世俗政权战胜教会的机会 可以说微乎其微 还是前面那个权力的计算 教皇呢 拥有正宗的教权来利用封建格局 诸侯们 天然和皇帝国王们 不同心不同德 教皇就基本上是稳操胜权 连皇帝都下跪求饶了 他的子孙们 还有什么希望呢 于是情况反过来了 从前是教会担心被世俗政权收编 教皇革命之后呢 教会越来越强势了 在英诺森三世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啊 神兽罗马帝国和各个王国都开始担心 教会会不会把他们都收编了 这样的话 西方真的就成了政教合一 教皇兼任皇帝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那世俗政权还有机会扭转颓势吗 在这一讲的条件下 你想不出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知道西方后来成了最世俗化的 也就是世俗化最彻底的文明 结果呢 就是基督教和他的教会 让出了对西方文明的主导权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关键人物是你熟悉的老朋友 亚里士多德 下一讲我跟你分享 亚里士多德是怎么重回西方的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